万年青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植物 也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植物 它的名字寓意着永恒的青春和生命 也象征着友谊和富贵 但是你知道吗 万年青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种类 而是包含了多种不同科术的植物 它们的形态、特征、习性和功效都有所不同 本文将为你介绍几种常见的万年青 让你更加了解这种美丽的植物 一、广东万年青 广东万年青是天南星科的一种植物 也是最普通的一种万年青 花式上一直都有它的身影 它的叶片呈长圆形 翠绿色、有光泽、叶饼粗壮 节节明显 它喜欢半阴的湿润环境 生命力强健、养护简单 耐旱、耐寒、耐烙 繁殖也非常简单 扦插和分株都可以 广东万年青适合那些养花新手 因为它的确不需要特别的照顾 就能很好的生长 二、如意万年青 如意万年青 也叫如意皇后 彩叶粗类草 彩叶亮丝草等 是天南星科的一种观叶植物 它的叶片呈长植圆形 叶面随品种变化 常有银色或白色斑纹镶嵌 色彩明亮强烈 优美高雅 观赏价值高 它的精直立不分支 节节明显 叶色美丽 特别耐阴 它适合室内盆栽 可以净化空气 增加室内的绿液 三、黑美人万年青 黑美人万年青 也叫鞋纹亮丝草 鞋纹粗类草的 它的叶片呈长植圆形 叶面深绿色 有白色斑纹 叶被紫红色 光滑有光泽 如黑玉一般 所以得名黑美人 它的花小而不显 果实为红色浆果 与叶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它也是一种耐阴的植物 适合室内种植 可以美化环境 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四、银皇后万年青 银皇后万年青 也叫银后粗类草 银后亮丝草的 它与黑美人看起来非常相似 但是仔细看区别还是很大的 黑美人叶片除白色斑纹外 表现为深绿色 白色斑纹颜色不鲜明 而银皇后白色斑纹较多 占了叶片大部分面积 且颜色亮丽为银色 所以得名银皇后 它的叶片呈长妥圆形 叶被紫红色 光滑有光泽 观赏效果非常好 它也是一种耐阴的植物 适合室内种植 可以净化空气 增加室内的绿液 五、白类万年青 白类万年青有两种 一种是叶片上有白色斑纹的 正名应该叫白饼粗类草 花商们还给它写了个 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白雪公主 挺符合它的气质 另外一种是叶片中间 有白色卖的 是真正的白类万年青 它们的叶片都呈长妥圆形 叶面翠绿色 叶被紫红色 光滑有光泽 白色的斑纹或脉纹 增加了它们的观赏效果 它们也是耐阴的植物 适合室内种植 可以净化空气 增加室内的绿液 花叶万年青 是一种很好的 净化空气的绿色植物 叶片宽大 枝繁叶茂 色彩明亮强烈 优美高雅 观赏价值高 点缀客厅 书房 十分舒态 优雅 它的叶片呈长妥圆形 叶面随品种变化 常有红色 黄色 白色等不同的斑纹 色彩缤纷 如花一般 所以叫花叶万年青 它也是一种耐阴的植物 适合室内种植 可以净化空气 增加室内的绿液 以上就是本文介绍的 几种常见的万年青 它们都是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 也是非常好养的植物 适合家庭种植 可以美化环境 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希望本文能让你 更加了解万年青 也能让你喜欢上这种植物 如果你有兴趣 不妨去花室看看 选择一种你喜欢的万年青 为你的家增添一份绿色和生机